我完全聽不懂 我們製作單位很厲害 立刻拿到柯文哲總統大選 就是他們今天拿的那一份的 澄清的說明 我特別拿最後一段 第三階段就像柯文哲 他說反省 我看了有點想吐 不好意思 反省在哪裡 我看不懂 我先回答簡單的問題 他請假三個月 不就是很大的反省嗎 你可以直接離開黨主席 我先回答你 我就先回答這個問題 為什麼請假三個月 其實我們今天討論 不管木可這些問題 或什麼4300萬的房子 他的法律責任後續我們會再認定 但是他現在最重要就是金華城 金華城 印小微 今天已經被升押了 下一個一定就是柯文哲 如果印小微都被升押 不好意思 柯文哲有可能不被升押 我跟各位觀眾朋友講一個 法律的概念 如果在偵查期間被升押 一次押期就是兩個月 柯文哲總是要想 有可能你真的被壓進去 你要壓兩個月 當然要多一個月 就可以升級 第二件事 你說房子4300萬要給國會使用 講得很可憐 我們一直在寄生國會 我只要問你問題 為什麼剛開始不用民眾黨 名字買就好了 而且看起來還是在阿伯名下 還在你的名下 他也沒有要信託的意思 因為你們沒抓到 我這拖就過手了 所以我才會說這個反省 我就覺得噁心 因為你今天還在阿伯的名下 不好意思 現在他剛剛講買賣不破租利 他講得很順 那不好意思 那一個在承租你房子的 那一個租客他講的租金 請問是給民眾黨還是給阿伯 阿伯 當然還是阿伯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GOTS 請你現在馬上房子 你就移轉給 不行 四千三百萬 我捨不得 對不對 你現在民眾黨就缺 你不是缺錢嗎 為什麼租金不給民眾黨 好 補助款的正義 剛剛柯文哲說 是跟民進黨學 那我們請教他軍委 因為剛剛針對相伴 剛剛柯文哲改口了 不是個人辦公室 是要做國會辦公室 那跟募可之間的關係 因為很多人說 那募可裡面的股東成分是什麼 柯文怎麼分到錢 柯文哲指說 募可跟進總是友好合作 那股東成分 錢呢 對 沒錯 所以我完全聽不懂 我們製作單位很厲害 立刻拿到柯文哲總統大選 就是他們今天拿的那一份的 澄清的說明 我特別拿最後一段 第三階段就像柯文哲 他說反省 反省 我看了有點想吐 不好意思 反省在哪裡 我看不懂 我先回答簡單的問題 他請假三個月 不就是很大的反省嗎 你可以直接離開黨主席嗎 我先回答你 我就先回答這個問題 為什麼請假三個月 其實我們今天討論 我們不管木渴這些問題 或什麼四千三百萬的房子 他的法律責任後續我們會再認定 但是他現在最重要就是金華城 金華城 應小微 今天已經被升押了 下一個一定就是柯文哲 如果應小微都被升押 不好意思 柯文哲有可能不被升押嗎 我跟各位觀眾朋友講 一個法律的概念 如果在偵查期間被升押 一次押期就是兩個月 柯文哲為了要 總是要想有可能你被真的被壓進去 那你要壓兩個月 當然要多一個月 就可以升級 第二件事 你說房子四千三百萬 要給國會使用 講得很可憐 我們一直在寄生國會 那我只要問你問題 為什麼剛開始不用民眾黨名字 買就好了 而且看起來還是在阿伯名下 還在你的名下 他也沒有要信託的意思 因為你們沒抓到 我這拖就過手了 所以我才會說這個反省 我就覺得噁心 因為你今天還在阿伯的名下 不好意思 現在他剛剛講買賣不破的租利 他講得很順 不好意思 那一個在承租你房子的那一個租客 他講的租金 請問是給民眾黨還是給阿伯 阿伯 當然還是阿伯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guards 請你現在馬上房子 你就移轉給 不行 四千三百萬我捨不得 對不對 你現在民眾黨就缺 你不是缺錢嗎 為什麼租金不給民眾黨 好 我再回到牧客 剛剛他講的MUSAS 其實沒有很困難 第一個就是禁忠 第二個就是牧客 第三個就是柯文哲 他剛剛講說柯文哲 柯文哲他授權給牧客形象 所以牧客要給他450萬 這個我沒有批評過 這太奇怪 就是你自己是中東候選人 為什麼人家還跟你 450萬 接下來就之前前幾禮拜 牧客跟禁總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就是禁總有給牧客 一千多萬 分潤 對 但他今天 之前剛剛講什麼 我又寫剛剛講什麼 權利金 後來發現 太奇怪了 這個怎麼會是權利金 再又說管理費 現在今天又說分潤 可是現在又說分潤太高了 我們要求他把一千三百六十萬 吐回來 我跟觀眾朋友講 其實你下面這個都不用看 下面這個 以律師的專業來講都叫假的 假的機會很高 你只要看金流就夠了 結論就是什麼 禁總一千多萬 進入牧客 牧客450萬 進入柯文哲 剛剛柯文哲有說 錢都還在 都還在 都在哪裡 就是阿伯的口袋 四八五十萬 好 所以請問黃哥 錢都還在 那到底在哪裡呢 因為剛剛有關於 這個四千三百萬 三百 他現在就說 這個錢是要專款專用 專款專用 這幾個字我很好奇 不要用專有名字 呼嚨我好不好 好 這個 其實他今天 柯文哲記者會 就是講給小草聽的 不是講給我們大家聽 因為那個只有草勢邏輯 可以接受 那小草就會覺得 從阿伯道歉那個 鞠躬五秒鐘 我可能心就釋懷了 對 等一下那個 那個TikTok的短影音 就會剪大概 二十秒的影音 然後其中 阿伯道歉鞠躬五秒鐘 會重複四遍 這樣就二十秒了 然後大概就 然後大概就這一些 因為沒什麼具體內容 但是呢 我先幫大家解釋一下 牧客跟柯文哲的關係 因為今天很有意思 陳正安剛剛在 記者會裡面講 他說禁總跟牧客 是友好合作關係 但是 但是 人生最重要的是但是 柯文哲說 牧客跟柯禁總是同一組人 對 友好關係又是同一組人 給你們兩個禮拜 串供還串不好 剛剛柯文哲又說 牧客的人呢 就是因為人比較少 所以禁總呢 需要去幫忙 對 柯文哲的意思是說 牧客的人在收現金的時候 是禁總的人 賣商品的時候 變成牧客的人 那你們什麼叫友好合作關係 陳正安在偷渡一個觀念 就是牧客是一般的公司 路人假開的公關公司 跟阿伯沒有關係 很抱歉 你們就是同一組人 就是同一家公司 好 他們的金流有多複雜 來 柯文哲 牧客 牧客450萬給柯文哲 這個叫肖像權授權費 再來 柯禁總1500萬給牧客 叫做分潤 那前面之前還提到一個 1300萬的授權費 我剛剛一直在聽 其實他沒有解釋 是不是這1300就變成1500 又誤登了 還是1300和1500 是兩筆不同的錢 好 我把它算兩筆不同的錢 牧客這家公司 收入2800 扣掉450 他還有2350萬 有沒有其他錢 最後有沒有回到柯文哲這裡 不知道 這一段 這個問號 沒有講 這個問號是我想知道的 也是檢察官想知道的 也是非小草想知道的 但是你剛剛記者會 完全不敢講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柯文哲的商辦4300萬 他第一時間 請注意 這個禮拜一 林彥鳳踢爆的時候 柯文哲第一時間回應 對啊 那是我將來 我柯文哲辦公室使用的 對不對 還扯蔡英文 蔡英文當黨主席的時候 也有辦公室 陳志涵也這樣扯 今天變成什麼 變成民眾黨的辦公室 他說民眾黨在立法院附近 需要一個辦公室 請問你民眾黨黨團 是有500個人 是不是 立法院有黨團辦公室 不夠用嗎 還是你覺得 黨團辦公室 不是你的地盤 是小狗殺尿的概念嗎 民進黨 國民黨的立委人數 都比你們多 請問這兩個黨 在立法院附近 有沒有另外再租一個辦公室 沒有啊 而且我跟你講 你們的中央黨部 距離立法院 比國民黨還要近 那你何須設一個辦公室 這個就是因為 要求兩包一遙的脫罪支持 好 你現在給民眾黨使用 大家覺得小草一定覺得很High 你看阿伯大公無私 我問你一個問題 柯文哲百年之後 繼承這間房子的人 可不可以拒絕 停止提供給民眾黨使用 可以啊 可以啊 將來這房子因為47年 都更了 你確定100年之後嗎 或不明年 你可能就停止給民眾黨使用 我想買年之後是好聽一點 他不幹堂主席 或是柯文哲退休了 我不從政了 我就不給你用了嘛 是啊 好 這間房子47年 未來圍繞都更 他符合圍繞都更條件 這個基地很好 地段很好 都更之後 價值超過4300萬 我可以賣掉 假設他都更之後 價值8000萬 柯文哲說那我賣掉了 我為什麼要給你民眾黨使用 他今天等於連信託這步 都沒有做到 他只是說我會借給你使用 那要不要收租金 要不要跟民眾黨 對 你要不要收租金 還有現在的租金誰收 民眾黨收嗎 阿伯啊 因為在我名下 但我收 那就有趣啦 柯文哲收租金 那你說這個叫公益使用 但是現在租金 如果民眾黨收的話 那民眾黨又經營黨營事業 因為你在租賃 你在出租房子 你在經營黨營事業 但是我覺得最後不變了什麼 這間房子最後還是柯文哲的 對 你沒有改變 那根房子 不是 你不是 我不會想要 又不是 我 northwestern 感谢观看